你只要填單子 你就可以得到一張學生卡 額度三萬塊 你也不用工作證明 也不用薪資證明 才不到兩個月 我就把卡刷滿了 就是三萬塊額度 一直到 我辦到第七張信用卡 等於說大概負債了 應該有個七十萬左右 所以我從辦了那張卡之後 其實我就開始我的負債人生 我從小非常叛逆 我大學的時候幾乎不回家 我過年我寧可在外面打工 我也不想回家 所以因為這樣 出社會我就會想 你叫我省一點 我出社會我就要報復性的消費 所以你看我拿到信用卡 雖然我沒有錢 可是我就把信用卡當成錢花 所以出了社會 我一點都不意外自己變成卡 因為你甚至會覺得 你一邊逃避 你一邊想說 好像也就是自甘堕落 覺得這好像就是我的人生 因為你也不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時候台灣有一家關股銀行 就是他就找到我公司 所以他就其實寄了一封 算支付命令到我公司 那我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天我上班的時候 我突然就是被交到會議室 然後桌上怎麼有一封信 然後老闆就叫我把他打開 然後我把他打開之後 我就完全嚇到 因為負債這件事情 我家人不知道 當時男朋友不知道 就是我身邊沒有人知道 可是沒想到 我一直認為這個全世界 不會有人知道 結果他寄了 結果他寄的支付命令到公司 等於是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 他跟我說 日本日商公司 其實不太能接受 員工有這種財務瑕疵 所以你要不要就是積極的還錢 因為如果你不處理的話 你可能連這份工作都沒有 你連還錢的能力都沒有 那個現場就是打電話給我家人 才打電話給我媽 因為你如果跟家人關係不好的 看你的小孩都知道 其實你要跟家人講自己的事情 是非常難的 那可是因為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也只有家人可以找 電話裡面你聽得出來 他對你非常失望 可是他終究是血緣關係 他畢竟自己的孩子他不會放棄 所以我媽那時候在電話裡面講一個 非常非常對我一生影響很大的事 就是說他就說 無論如何就是 雖然我幫不了你 但是銀行可以談 那第二就是你還年輕 就是你現在跌倒沒有關係 那就是人生可以重新開始 因為當時我才20出頭 等於說就算我欠這100萬 我努力去還債 也許我頂多大不了就想像了 也許五六年十年把它還完吧 我人生也還OK 所以因為媽媽說銀行可以談 所以我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 帶著我的帳單去銀行櫃台 然後告訴服務人員說 我是你們的卡債的卡債債主 我想還錢 請問我該找誰 那我還記得那個阿姨就是表情還蠻驚訝的 因為他說你看 這些都是欠學貸欠信用卡債 然後找到我的名字跟我說 你的本金四萬利息兩萬 你打算怎麼還 總共六萬 我就跟他說我薪水可能大概 我印象那時候薪水可能大概三萬塊 可是我有七張信用卡要還 請問你建議我怎麼還 他就跟我說 其實因為已經有支付命令法院的問題 你要儘快 你每個月至少還一萬塊 然後我就說好 我每個月還一萬 那我當時回去寫了還款計畫書 包含我為什麼欠錢 然後我為什麼只能還一萬 你們要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你想想看四萬加兩萬六萬 這要還六個月要半年 結果那張還款計畫書交給那個阿姨 一個禮拜之後我接到阿姨的電話 阿姨跟我說恭喜你 你利息不要還了 真的蠻感謝我媽的啦 因為那時候讓我覺得 有那麼一絲絲終於體會到一件事 原來家是你的避風港 然後家人的溫暖可以帶給你勇氣 所以我因為那一股溫暖 就決定要去面對問題 我人生第一檔股票賠錢 但我非常開心是賠錢 因為當時我其實是已經會存錢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我弟弟說 他想要買股票 因為他比我早懂得理財 然後我聽到我弟弟說要買 好那這樣姐姐會錢給你 你幫我買好不好 他說好啊好當然好 那不久之後我弟弟就跟我說 沒有姐這檔已經減資了 現在是賠錢 他打算要退出 他就問我說 那你的打算怎麼做 我說蛤那這樣好我也退出 你有沒有發現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 我只負責賺賺賬 我憑什麼想賺錢 我什麼都沒有付出 我只想靠我弟弟 然後我只是聽到消息 我連這家公司老闆誰不知道 做什麼不知道 賣什麼東西不知道 產品不知道 人事實地物一概不知 我憑什麼賺錢 就是想要享受白吃的午餐 那賠錢是應該的 賺錢叫運氣 所以第一檔股票就是這樣賠錢 從此之後才學到一件事 要做功課 那我的個性本來就是那種很樂於分享的人 我覺得因為我今天得到的不是我的 是人家給我的 我也應該要把這個東西傳出去 因為我常相信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願意給你會得到更多 那我覺得我有這個義務 然後也有這個使命感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當時就開了女人的第一堂理財課 這已經大概是2014年到現在都沒有停止 那坦白說 很多老師在教投資理財 對 那很多老師都非常厲害 可是我要做的不是最厲害的那一塊 我要做的是最不厲害的那一塊 因為那太入門太簡單的東西 他需要自己親身去經歷過 用自己的故事去鼓勵那些人 帶他們進這個門檻 那我只要把他們帶進門檻 那他們自然會去找那些厲害的老師 我要做的就是前面這一個 學校不做的那我來做 有時候其實前這件事情需要一些好朋友 就好像我現在有在運動跑步 我最喜歡就是賽道上有人喊加油 即便我不認識那個人 可是你只要經過那個賽道 然後有人說加油 你就會被激勵 很奇怪 可以再努力下去 有人在看著你 所以你可以再試試看 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 嗎 那麼 sap 太小了 太小了 你好